沙特牵头 欧佩克要另起炉灶 用人民币买石油 中国准备好了吗? 俄乌一战 撬动了冷战结束后 僵化已久的世界秩序 如今 部分欧佩克组织成员国 正在酝酿一个大计划 绕开目前的游戏规则 创建一套新的全球数据交换机制 据了解 这套新的交换机制是由美国发起 然后再强加给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的 其主要目的 就是想将中俄两国从亚太经合组织当中排挤出去 如果美国的这项计划得逞 那么中俄两国的能源生命线将受到严重威胁 俄罗斯想卖的能源卖不出去 中国要买的能源也买不进来 此情此景 一些石油输出国早有预见 早在今年3月 欧佩克组织中的重量级角色 沙特就一开始 就建立人民币石油交易机制一式 同中国展开谈判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而沙特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不仅如此 双方还互为彼此最大的买家和卖家 此外 中沙双方还想进一步拓宽 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活动领域 以便有针对性行的应对美国的制裁 而这一计划的可行性也在中国与伊朗 俄罗斯 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的石油贸易中得到了证实 截至今年3月 人民币原油期货累计成交额已超过22万亿元 截至4月 已经有将近70个国际经济公司推出了人民币原油交易的相关服务 吸引了包括英国、瑞士在内的25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 客户分布也较为广泛 对于一个新的石油货币体系来说 是否能获得国际投资者的积极参与非常关键 因为这体现了其定价能力 也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这也是让美国原油期货的交易员们感到紧张的地方 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 在人民币原油期货上市的4年间 他在亚欧市场中的原油货币定价能力 一直维持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状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多个产油国已经展现出积极的合作信号 表示非常乐意用人民币来进行交易结算 这也说明 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 为世界提供一个新的石油货币选择 以此来增强国际间能源贸易合作的广泛性与灵活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